冰黑衣扼煞深夜聚集巷口 有人手拿辣椒水 有人甚至藏刀密谋埋伏犯案 没过多久 只见两名男子手持塑胶带 若无其事路过又回家 一伙扼煞立刻互相拾眼色 下面要拔腿 狂追上去 短短一分钟 当街攻击 立刻分头骑机车 徒步逃逸 尿受散 恐怖的当街袭击事件 就发生在北市内湖康宁路上 周遭都是宁静住宅区 居民听闻人心惶惶 现场地上不但留有玻璃碎片 甚至还经见歹徒行凶 落下的刀鞘 民众议论纷纷 那一定是有 有纠纷 32岁陈信云董姓男子 深夜11点 徒步返家 惨被救人攻击 陈信男子背部被砍出 四公分刀伤 董姓男子则是被盆辣椒水 双双送往内壶三种救治 过滤掉跃中边接视器 目前已锁定犯嫌的身份 虽然两名被害人 攻城不认识扼煞 但警方不排除是 狭越寻仇 目前掌握犯嫌身份 全力追弃 只是内湖住宅区 惊爆当街砍人 也让民众对治安 忧心忡忡 记者林传 黄云岚 SNG小组 特别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 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 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 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